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月4日 今天早晨起来之后看到新华社 发了一条新的消息 习近平签发了中央军委 2021年120 向全军发布开讯动员令 以往这个消息发布的时候 不仅有图片文字 还有现场的视频 今天没有 今天是图片 虽然有一张习近平穿着军装的照片 给大家看看 但这个照片是曾像是 有没有可能是一张旧照片 老照片 这也说不定 大家可以往回找一找 201819的开年训令 大同小异 都差不多 那么这篇文章尤其是强调什么呢 1月4号 中央军委主席 中共中央主席 国家主席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三个头衔 习近平 习近平 签发 那么这等于说 告知了外界 他并非 像人们传说那样 得到了 在做这个脑瘤的手术 而且这篇文章 新华社的文章 篇幅也不短 讲到今年训练的情况 刚才我已经讲到 如果说他身体 没毛病的话 正常 那是不是就应当 发一个同步的 这样一个视频节目 像往年内 所以说我今天看到 这个郭文贵团队 做了一个节目 他们冷然认为 习近平是做了脑洞磨 这个肿瘤的手术 他说他拒这些 这个国家军的战友们 国内的战友 也就在习近平身边 工作的一些人 最可靠的消息 习近平做这个手术 已经算获得成功 目前正在恢复期 说是如果是公开露面的话 这个容易看到 就一些痕迹 他需要恢复 休息一段时间 他们是这样解释 我认为呢 有一点的可信度 因为我们只要比较 这个以前和现在 这个报道的这个情况 似乎有点诡异 先不去管他 看我这个一号令当中 讲的什么内容 这个他说是 1月3号的上午 发布这个军训的命令 这里边呢 这个通篇都是这个 大话套话 所谓有点新意 就是什么呢 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训练条例 实行 实施后的首次军队开训 那么他讲到这个 十四五 十三五期间呢 这个陆军的这个 当时训练的情况 还有这个海军 空军呢 十三五 十三五期间 就陆军是36万人 抵近高原岛屿 丛林 助训演习 那么海军呢 海军用战备巡逻 跟踪监视 支持掩护等时机 组织三百余次海上突击 反潜 凉西 援潜 救生等 作战 这个训练 那么空军呢 空军数十个 航空兵旅行旅团 三百 一千三百余名飞行员呢 这个 飞步高原 飞复高原和远海训练 还有火箭军 火箭军是 数十个导弹旅 导弹旅 在高温 高市战场地域 完成防护条件下的训练 就发射 战略支援部队 数万人进行 这个机动支援训练 熟悉了战场 检验了装备 验证了战法 那么 他讲到了 这个今年的情况 我认为啊 他最最有一个 就是新的特点 大家要注意 也就在这篇文章的最后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他讲了三个转变 其中的有一个转变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里的表述和以前啊 有所不同 他讲到什么呢 由被动适应战争 向主动设计战争转变 以前是被动战 以前这个准备啊 是被动 你打我的时候 我在动 你不动手 我肯定我不动手 后一个不一样了 主动设计战争转变 什么意思啊 有可能发生 这个发起 对台湾的武统 这是最大的看点啊 因为现在 整个美国的形势 现在处于动荡当中啊 昨天我在一个节目 讲到了 有十个以前的国防部长 站出来 这个向川普喊话 要求他不要戒严 不要利用 这个国防力量 这个参与这个大选纠纷引起的 这个示威活动 那什么意思啊 就阻挡川普戒严 那么川普会怎么做呢 毫无疑问 现在已经有 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呢 140个人 包括参议院众议院 联合起来 要什么呢 要挑战选举民团 那就是川普坚决不退让 拜登也不退让 现在这两派的势力啊 非常的激烈斗争 那么中共 很可能趁这个劲 突如其来的 对这个台湾动武 这个要 有一种思想准备 他这个训练 你看有三个转变嘛 一个是刚才讲到这种转变 第二个由 打赢当面对手为主 向制衡对方为主 转变 第三个是什么呢 由 以合同训练为重点 向以联合训练为重点 转变 还有一个转变 刚才没看到 有积极化 信息化 符合发展 向积极化 信息化 智能化 融合发展 四个转变 这是网上的 这个发布的这个图片 今天 那么上面还有一个 这个大字的标题啊 这个新华社 宣传 一号命令 这个 一号使命 但是 微博这张照片 这个好像有点 眼熟啊 就是习近平 这个照片 似乎是一张旧照片 我没有仔细的查找啊 因为今天 这个我还没有来得及 来得及 我昨天晚上呢 两点多啊 才这个休息啊 做了三个节目 十二点以后啊 前后做了三个节目 那么今天看到这个消息啊 我觉得啊 这几点 值得大家这个研究和关注 那么另外还有个消息啊 这个顺便讲一下 其中有一条和这个 这个战争也有关系 就是什么呢 这个 中纪委和监察委的网站 今天异乎寻常的 一下子发布了一串 这个算是高级电脑干部吧 这个有的是 中族务官的干部 有的是 省组织务官的干部 他们对这个腐败问题 处理的这个报道 第一条 昨天晚上我做完了 抢先做了 就是重庆原县的副市长 公安局长邓辉林 严重违纪违法 撞开 第二个呢 青海省副省长 海西州州委书记 财达木 循环经济实验区 工委员书记 文国斗 也是算开 但是第三条 就和战争有关系 中国传播 中共集团有限公司 当组书记 董事长胡问明 严重违纪违法 被算开 这个集团在哪里呢 在大连 原先就是大连造战场啊 那后来改名了 因为国企改革 越做越大啊 走向世界 走向全球啊 这个超大型国企啊 中国 传播 中共集团 董事长 胡问明 那这级别不低 那么 航母在哪里造的呢 航母就在他们里造的 大家想一想 以前这个航母建筑过程当中 这个曾经出过一个贪官 叫孙波 总经理 董事长是胡问明 你想这是两个这个贪官 两个贪官造的航母 你们想一想 偷工解料 因私舞弊 肯定大量存在 这就等于承认了这个航母 不过关 山最晚 中国这个航母 你看是好像 搞那么两艘航母 药物扬味的 还开到这个 这个台海附近啊 走一圈 这事这事 想和美国比一比 但美国你想多少航母 中国就这么 两艘航母 而且还是争气动力 人是核动力 对不对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人家建造的时候 没出现过贪官 中国建造出两个贪官 你想这个钱都划到 划到自己手里了 对不对 我对这个中国航母 重工啊 原先叫大连红旗造餐厂 太熟悉了 他的这个 我有中学 我是大连第15中学毕业 我们同学同伴 和关系特铁的有两个人 就少年时代的 就是文学的爱好者 这个他的爸爸 就是造餐厂的车间主任 这两个都是车间主任 这个 一个姓杨 一个姓黛 就我不讲什么名字了 如果他们能看到节目 请接受我这个新年的这个质疑 这个我都非常想念他们 中学好朋友 那么 所以就造船厂 那过去那个经历 故事多了 几天几天讲不完 今天就忽略不计 我要讲 讲的什么 就反腐败这个网站 今天一下出这么多贪官 还有 下面还有啊 中良集团 党组书记 成员 总会计师 这个 也被查出 叫 这个名字应该怎么念 洛家龙 这个念字 是不是念 龙啊 我没有查 洛家龙 我第一次见的这个字 算开国家开发银行 湖北分行 原这个副行长 杨德高 中陕 和西 和工业集团 公司原董事长张斌 陕西省统战部 原副部长 唐勇 你看这多少 还有一个四川省 投资集团 党委委员 刘晓阳 还有呢 中国共效集团 有限公司 财务副总经理 米昂明 被算开 你看 这多少 多少这个 国企探官 和这个 这一般的领导干部 就是政府的领导干部 你就可以看出 中共这个府 也是多么严重 涉及到方方面面 几乎 每个省 自治区 每个部门 都有这个 这个 因为制度性的 这个弊端造成的 负败分子 抓一抓负败 但习近平坚决不进行 政治体制改革 指这个 这个抓人 变换面孔 因为新的权贵 习近平 习下军上了之后 这个如果他变了 这个政治制度 他们自己这伙人 就没有机会叹了 所以说 这个 还是这个 且千里 为官职位才 他还是为了才 只不过什么呢 把对方 这个抓起来 打败了这个 对立派 然后自己的人马 就占据有利地形 重新开始 新的一轮 这个贪腐 这才是关键啊 所以说 这些官员 你想一下子 昨天 出来这么多 昨天我已经讲过了 这是因为上面 宗纪委正在开了一个会 就会议决定 因为现在对贪官呢 到了一定级别 你必须走程序 这个程序可多了的 这个正处级的这个官员 你要想判刑 也就算开 移送司法机关 你必须 经过省常委会 讨论通过 这个程序必须走啊 你想这些人的级别呢 不是正处级了 对不对 听起一大把 是不是啊 有的很可能 还是这个 这个腹部级 说不定啊 有的我没仔细研究啊 所以他这一鞭子杆呢 抛出这么多 证明这是一次 这个集体的研究的结果 一下子啊 把这些人 将来都送到监狱去了 那么 今天的海外期待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